下面进入第二章 管好家族企业的理性逻辑 到此 对于家族企业所有的表扬停止了 未来几天的课程 是在我们对自己最深入的批判中 一步一步向南向前停进的 我们不是为了表扬我们 走到这来的 我们是为了担当 我们为了担当起自己的责任 把我们的公司办得更好 而在休息日的礼拜六到这来停课的 所以下面我们来讲家族企业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经营问题难以做大 一大就出问题 爱多 三猪 德龙 这些企业崩盘的故事 依然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身边有不少家族企业 迅速消亡 这次地产调整 会让三分之二以上的地产公司破产 最后结局一定是这样 为什么 不知道 生命周期 中国的中小企业 也就是家族企业 我们的生命周期有3.7年 而欧洲和日本平均寿命是12.5年 美国是8.2年 德国500家优秀中小企业 有四分之一活了100年以上 我们不可能活100年 因为三十几年前 毛主席就把我们工商业都改造了 但是直到今天 我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7年 有人说中国有一千万个左右的中小企业 那就是说 我们每天破产掉的中小企业 就有一万家 我们今天上午讲课的时间里 已经有两千家企业走向了死亡 我们的家族企业经营 可以用缺资本少技术 弱品牌来概括 管理问题 家族企业国营化 我们在座的各位老板 想一想 你的企业除了产权 跟国营企业不一样 你的薪酬制度组织结构 你对企业的所有管理 跟国营企业有什么区别 老埋怨国进民退 你有本事自己做好 为什么要推呢 家族企业国营化 企业领袖政治化 我们非常多的家族企业的领袖 热衷于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前几天 有一个企业家给我打电话 说郭老师 这个课我听了一次 我还有复训 这次复训来不了了 因为我们一个市长 要到我这看看 我说那个市长 他是个什么东西 你要去看看 他为了陪市长 他可以放弃很多 我们很多家族企业的领袖 你们陪着官吃饭打球 旅游逛的时间 已经超过了你们在企业的工作时间 企业领导长缺位 都在这儿凭着良心 举手 谁现在每天还能准时上下班的 举手 举啊 举啊 举起手的不到五分之一 我们不该为自己感到羞愧吗 我们创业的时候是怎么创业的 温州创业 一个月歇两天 早晨八点 干到晚上八点 鸡没叫就起床了 狗叫了还不走 今天鸡叫了八遍不起床 狗还没叫呢 你就先走了 你的企业凭什么能干好 我总结的五度俱全 看啊 胡乱丁克回家下改 有些老板的听课时间一年 二百千 听完了就回去改 MBA的东西回去改 这一定有 打开炒股不赌不快 追辱尊佛求神败鬼 我这个说的可很要命啊 我有一次 去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佛教圣寺院 然后呢 一去了那个企业家 挺著名的王总 拿出一东西放在那儿 就砰砰就在那儿磕头 我说磕什么呢 我看都奇怪 他说郭总你还不科呀 那是在浙江最有名的葡萄寺 我说我为什么要科呢 我说他是佛 我是文屈经下凡 我为什么要科他 很显然 我是读书人 我树法求学的那一天 我只拜孔子 不拜佛 你凭什么让我科他的 我凭什么科他 如果科他科头 就能科出钱来 那我就科 科得出钱来吗 庙林的主持要不收你的钱 他早就要饭去了 收藏股丸 还有 我到温州去帮一个企业做股改 人家下车这么咽那个宝马车 后肝一起来 里头就放着高尔夫球肝 那高尔夫球肝天天盖 一天一天的打球 就这德性你还能把公司做好 我就不信你能做好 你凭什么做好 你比国营企业的老总还腐败 现在家族企业的领袖比国营企业腐败 国营企业吧 你比如老总想买个好车 他怕寄检委查他 对不对 他每天不上班 天天去求神拜佛的 他还是中共党员的 他还受管呢 我们家族企业的领袖 只要你一腐败 你的腐败肯定比国营企业还厉害 家族企业的第三大问题是传承问题 多数后代不愿意接受企业 无奈的魔咒 富不过三代 我再问大家 你认为你的孩子 能把公司接了做好的举手 一个 你那么年轻 你那孩子还没初中毕业 举什么手啊 还有一个 俩 还有谁举手啊 你们两个三个 你们家那个儿子可能行 但他得到这儿来干这个 干你老公的公司没信 举手啊 完了吧 既然你们家孩子接不了企业 就意味着在你这一代手里 企业要慌掉 要死掉 所以中国的企业家 我们历历在目的是 这代富 这代穷 你到年老的时候 最悲哀的是 让你最心爱的孩子 把自己最心爱的企业 给搞没了 我们现在 真的这个定论就存在了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有一系列的问题 压在我们的头上 大煞将起 我们自己都明白 怎么解决 其实我们想解决 我们听了好多课 我们求神拜佛 我们做了好多事 大家都明白解决不了 要解决了 你不就不听课来了 你就是 磕个头 不就把公司做好了吗 下面 出路在哪里 通过一个典型案例 请看这个典型案例的视频 我希望这个视频 唤起我们每一位企业家 对创业时期的回忆 启发我们对现实的思考 请放这段视频 高一丰是一个在2010年 引人关注的忍者 1987年 25岁的高一丰来到海南 做小工 卖报纸 在酒吧做助长歌手 后来 他看到了开歌厅的市场机会 向朋友借了五万块钱 1990年 创办大金元文化娱乐有行公司 1993年在海南创立夜总会 望海国际俱乐部 此时的资产达数千万 正是员工一千余人 在他的夜总会里 常常会出现毛阿米 刘欢 纳英等人的身影 他还参加了1996年春节晚会 演唱当年的流行歌曲 《九月九九》 但因管理不当 不幸破产 短短几天之内 头发全摆 为了维持生计 开过摩迪 开过出租车 后来在安徽省 经营一家包子店 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成了网友热议的话题 直至他在2010年 出现在达人秀现场 更是引起巨大轰动 表演什么节目 唱一首歌 你来自于哪里 安徽 你多大了 49 但我觉得你这头发很有特色 很漂亮的 是染的还是天生这样的 不是 是十几年前 我 我的企业突然倒闭以后 我就 几天 头发就全白了 你从事什么职业的 我现在是包子店老板 包子店老板 曾经有过企业 然后倒闭了 对 头发就白了 一直白到现在 包子店老板 现在生意好不好 还可以 勉强可以 那头发应该变黑 我不愿意 我想从电 从这个 镜子里面看到 会给我一些 原来那个企业是做什么的 原来企业有一千多人 有一千多人 那你是蛮大的企业 还可以 是做什么方面的 做娱乐 娱乐城 娱乐城 娱乐城有一千多 那么我相信 你的人生起伏是很大的 是 这么大一个落差 然后变成 现在变成一个包子店的老板 是 你觉得当时幸福 还是现在幸福 不同吧 那个时候 当时是威风 现在是踏实 是 踏实到现在 可以来参加达人秀 因为我从小喜欢 喜欢文艺 喜欢唱歌 那你觉得你唱的歌 和其他人 有什么不同 就是我的 对这首歌的感悟 可能比别人深 那你是带着一个娱乐总会老板的心情来唱 还是带着一个包子铺的老板的心情来唱呢 我想现在应该是带着一个 从短暂的辉煌 然后走上一个踏实人生的 这么一个心情来唱 太棒了 公司的老板的心情来唱的歌 是从头再来 公司倒闭后 高以丰一夜间倾家荡产 而且还背上了公司所有的债务 有人说他背负的债务有三百万 有人说有五百万 还有因为这巨大落差 带来的终身难忘的精神折磨 这样的惨痛经历 对于我们每个家族企业的掌门人来说 都应该深刻反省其中的原因 我们曾把高一丰先生请到了古改班的现场 他和我们彻夜畅谈 并将自己企业失败的原因总结为以下四点 原因一 扩张速度过快 管理跟不上 企业失去控制 高一丰想让公司迅速扩张 但管理人员跟不上 公司员工大多是他的朋友 或朋友介绍过来的朋友 找不到人才 他就把舞台总监拉到别的地方去当老总 把办公室的普通主管调到分公司当老总 因为这些人他熟悉 通常人们会把这个原因归结为人才问题和管理问题 没有人才后备队和用人不善 原因二 高管集体离职 九十年代的国内娱乐业还不算很发达 人才相对稀缺 公司在人才管理上做的不好 使人才流失严重 高管的集体离职 是导致高一丰企业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管理学一般会将这个原因归结为 留人问题 薪酬问题 或者企业文化问题 原因三 低端多元化 开歌厅炒股炒楼做贸易 三十岁的高一丰迫不及待地打探着 他所看到的各种能赚钱的门路 1994年 高一丰与朋友各占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入股信社 并拆借了两三千万 用于开点当行和投资其他项目 1995年在三峡开厂 做矿物探测方面的项目 1996年至1997年 在四川安徽投资开办了两个小型的化工厂 1997年 高所涉足投资的地产 金融等项目一一溃败 严重影响到收入最稳定的业总会 再加上国家宏观政策影响 导致资金周转困难 最后 他所有的生意全线崩盘 这个原因通常会被归结为公司的战略出了问题 盲目多元化 以及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问题 投资管理问题 财务管理问题 品牌问题 技术问题 执行力问题等等 原因四 资金链断裂 身负巨债 在高一峰的企业崩溃前 海南正在经历着那场著名的地产泡沫 高一峰身边不时传来某某老板跳楼的消息 海南很多服务业娱乐业也随之走向了衰败 当时的海南几乎每个人都在炒房 1992年初 冯伦王公权等万通六君子通过炒房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并在年底前得知政策变化 离开海南 地产泡沫早就露出端倪 高一峰却没有注意到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对宏观市场判断和把握不准的问题 企业家素质问题以及资金问题 高一峰的故事是中国当代家族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在哪里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时代 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在想 问题出在了哪里 大家看 所有的问题都缠绕在高一峰的身上 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也一样 高一峰最后因为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企业破产 我们就在这个时候 有几千家企业破产 他们的问题和高一峰的问题是一样的 战略问题 资金问题 人才问题 细节问题 审计问题 盈利模式问题 组织结构问题 等等等等 我们为什么知道这些问题有 我们而无力去解决呢 到底是我们没有能力 还是我们的理性逻辑错了 理性逻辑错了 注意此题无解 感谢观看